这个芒果斑鸡为什么会这么大 我又一口连一半都没吃下 美食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故事 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今天在这个极美北海湾这里 哇 风景非常美 我第一次来哦 然后极美的话 我海鲜自助牛肉自助都已经探过了 唯独这个广市茶点自助没探过 所以今天我来了 走吧 已经进来了 我今天来的比较早 然后这边的位置很多 我就随便找个位置坐下吧 因为这边是那个扫码点单的 这边的话是那个 平时的话是108一位啊 周末呢是128 哇我看一下菜点好多 他这边上面他这边有写自助的都是都都可以自助的 对 有写自助才能点 那当点退会就不是啊 不能点了啊 你就写自助的啊 直接点 好的好的 这个海湾炒米粉 这个海湾炒米粉要不要先来一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那个点心也非常棒啊 榴莲班级啊 以瘦王不会吧 哦 还有这个 飘香榴莲酥 是有的 芒果班级榴莲饼 先点的这个10样啊 你看一下 如果是单点的话 我现在已经308块了 这边的单点非常的非常的贵啊 虾脚房一笼的话 单点的话38 如果大家过来吃的话 那个点单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他是前面的话是有单点的 然后还有结尾是单点的 中间都是自助的 不要乱点啊 再点点点上头了 把那个单点点点进去了 上了你就要付钱了 很贵的 这个部分菜品已经上了 这个凤枣虾脚房 还有猪肚以及羊枝干露 我还点了这个天妇罗 昨天不是去吃海鲜自助吗 那个 自己给自己上了一个 所以 只能把昨天的气 杀在今天这家上了 这个羊枝干露的味道很纯的 芒果的味道很重 好香啊 这个凤枣的颜色非常的诱人了 好香啊 那个豆豉的味道很重啊 非常的软弹啊 基本上只要用缩的就可以了 嗯 上菜的速度好快呀 看到没有 还有这个牛仔骨 哇 有这个牛仔骨就非常直了 虽然这家没有那个 烤鲁哥 哈哈 嗯 这个排骨我点了两份 这个牛仔骨非常好吃 三十八一份的下角黄 嗯 这个茶我都不喝一口 我就喝羊枝干露 今天就把这羊枝干露当茶喝 嗯 这是第二份的啊 我点了两份这个排骨 嗯 嗯 但这边那个排骨好像不是非常好 因为感觉豆皮比较肥 那个金钱肚没有点哦 因为我怕那个金钱肚会太甜了 吃容易腻 嗯 这个猪度还好不会非常甜 嗯 我以前以为这个天赋鲁的话是一种那个海螺嘛 谁知道谁是这个虾 直接这个猪猪流沙包什么龙仔马鸡膏 好这个真真的过来一份 吃完直接走人哦 可能还吃不完 好了正经一点 这边有那个港式菠萝油啊 后面有个小字 说明什么呢 应该这个菠萝油不大 其实我还是挺想尝一下这个菠萝油的 我决定点一个 又点了八个哦 总计的话再加二百四十二 还有一个忘记一个布丁美食 只要他是自助的怎么吃都不亏 这个芒果班级为什么会这么大 好大一个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这个芒果班级啊 给你们看一眼有多大 这是个网哦 还放不下 我刚才还点的菠萝油呢 希望那个菠萝油不要更大哦 我这一口连一半都没吃下 然后班级不都是这么大的吗 一个正方形的 嗯 记住了芒果班级圣典啊 胃口小的人估计两个就饱了 真的不开玩笑的 哈哈我这两个下去我肚子有感觉的 本来是没感觉的 我面前的榴莲酥 嗯好 榴莲酥还好不是很大 烧鸭 您这边还需要加班吗 怎么了吗 您这边还需要加班吗 呃我我看看嘛 如果需要加班的话 只在一点四十分以前 一点四十分以前是吗 因为一点四十分以后他自己会关掉了吗 好好好谢谢哦 有点酥 嗯 刚熟的很烫 这个 菠萝油还可以哦 这个菠萝油不是那非常的大 哈哈 吓坏我了 嗯 嗯 中间夹了黄油 其实我觉得这个菠萝油还挺想吃的 我就是怕他太太太大了 又夹了一份牛仔骨 嗯 嗯 这一份有点偏咸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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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个榴莲班级还有的话 我可能还想拿一份那个榴莲班级 尽管他很大 这一份的话是那个牛筋的 嗯 嗯 QQ的 嗯 浇点蛋白 呵呵 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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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不点了 我吃不了了 那两个芒果斑鸡让我的胃浓量直接从30%以下跳到60%了 哈哈 反正这家的话 总体来说挺不错的啊 环境也很好 反正大家的话来吃的话就注意一下那个芒果斑鸡就行了 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